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事 没事 你别担心老年人都这样 我妈上个课买个保鲜品动不动就上万的 别担心了啊 回来看叔叔啊 哎 爸 你怎么回来也不先说一声 我饭也没有指 没事 我就回来看看你 哦 对了 爸 你买的电动车呢 我 哦 前两天去看了 人家说过几天要打车 我就再等等 你哥回来了 你晚上回来吃饭吧 多买点好吃的 别忙了 坐下歇会吧 哦 好 壮主啊 哎 和你商量个事 啊 您说 你妈生前就想重新翻修一下房子 要是手头不紧的话 能不能 你看 现在这个家 只有你挣钱多一点 爸 房秀房子需要多少钱 大概 要七八万吧 哦 我今年的养老金快到了 可以补贴进点钱的 爸 七八万块钱对我来说也不是小数吗 我先回去看一看吧 难为你了 看看能给多少 爸年纪大了 别的 也不会需要什么了 哥 下班了 跟常立请了半天假 我先去做饭 等会儿就可以去了 哎 我帮你 你坐着哥 等会儿把衣服弄脏了 庄长哥 谢谢啊 要不是你 这个大城市我还找不到北 回老家我请你吃饭哈 没事 我家不是装进房子吗 你也帮了不少忙吧 翻新房子 没有啊 你爸不是把老房子都卖了吗 他没告诉你吗 他还给你弟买了一辆小火车 现在挣当货呢 不少赚钱 你爸不是把老房子都卖了吗 他没告诉你吗 他还给你弟买了一辆小火车 对哦 没有啊 怎么了 哥 爸爸走了 哎 你不先说就行 饭也没有 叔叔 老板找你 哦 你不是说你朋友靠得住吗 项目有款全在他呢 现在他联系不上了 那某人可是你 怎么可能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哥 什么时候回来 我订了今晚的高天飞 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吧 能练销 啊 少活了 我联系不到的 几十万你让我怎么活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哥 这是 三十五万 谁拿着吧 钱不多 你哪来那么多钱 那个 我 我前两个月跑车啊 攒了些 之前 爸爸咱们老房子卖了 剩下鞋 他不让我用 让我留着应急 我把车也卖了 我把车也卖了 别让着我 比青蛤还轻 他还说 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 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俩是唯一的亲人了 没有深的光 缓破停 手中的平凡 随无眼泪满面 不要深的光 缓只要你的平凡 你什么意思啊 下了班不回家你还有理啦 你累我就不累吗 我又要上美老做家务 你从没有考虑过我呀 怎么对老婆 老婆这么不耐烦 撞撞 你认识我 何止是认识 我还知道 你以前屁股上 有块胎记 上大学兼职证券后 去掉了 你手上这块表 是你初恋送给你的 一直舍不得换 还有 你头上有个疤 是你小时候爬树留下的 我爸妈都不知道那么多事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啊 我是未来的你 穿越 那看你的样子 我未来一定很成功吧 嗯 还行 算是小有成就 但过得 不怎么好 你在说笑呢 我都那么有钱了 过得还不好 你是说 家庭 嗯 嗨 怎么可能 我和周叔过得特别好 生活有一点摩擦 都一会就过去了 要是再有一点钱 我 嘿嘿 你昨晚为什么没回来 我等了你一晚上 我赶通告 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 发完信息就有关机 撞撞 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 我最近工作比较忙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工作工作 除了工作 你能不能也在一下我呀 你多久没有陪我了 秋秋 你压我头发了 你居然撒谎 家伙你家的什么办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我们就这样分开了 那你没有回去跟他解释吗 是没有来得及解释 我以为像从前那样下班后 买花回去低头认个错就好了 可是还没来得及回去 跟我走 哎哥你干嘛 我在上班 秋秋在医院讲究 你现在跟我说上班 秋秋 秋秋秋怎么了 自己看 抑郁症你都没发现 他要是出什么事情 你怎么跟他家里面交代 喂秋秋 病人抑郁下午两点四十九分离时 请烟 病人抑郁下午两点四十九分离时 请烟 大温度被升起 我可以笑着去习惯你 我送心对的你 你的意思是 我 我 simplified 签声 问你口欢喜 在相遇 只不过再梦境 我愿意 赶快 你 随忽 嗯 你 你 看不到 放心吧 我不会让两年后的事情再来 谢谢 我不爱你 妹妹啊 那个老爷爷是什么 看起来好安心啊 走吧回家 不许是故意 我此不容行可以对你 爱成双褪 爸你看 蛤 你什么表情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秋秋 漂亮吧 可以啊 我会是我儿子 不过 现在的女孩都喜欢这样打扮的 你不懂 这要潮流 哦对了明天约了见面 你得把钱空出来啊 那我先去忙了 我知道了 这这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换风格了 这还不是为了让你爸多喜欢我一点吧 不过说起来 你爸为什么约这儿 白色 画你这儿 你就是秋秋吧 嗯 你在干嘛呀爸 不好看吗 我觉得挺潮的 那为什么约这儿啊 你懂什么呀 你们也 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了 要提前把家电这些背着 卡莎蒂代表的是为爱不凡 代表你们俩的爱情不频繁 哇 秋秋和叔叔挑家电去 好 叔叔 没想到你也喜欢嘻哈呀 对啊 我不仅喜欢嘻哈 我还看直播呢 直播 对啊 我们去那边看看 嘻哈是一种 有多种元素构成的 尖条文化的作品 直播购物是什么 直播模式可以更加立体 感性的展示商品 年轻人喜欢什么话题 我跟你说啊 我这次面试一定会成功 哎 你怎么回事啊 没看到前面有人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一会还要面试 你给我打湿了我怎么用啊 简历呢 没有 你没拿简历 你来面什么事 反正都面不上 哎我说你们都怎么回事啊 发了简历你没有不看 是不是过来面试的 我对你是太失望了 你什么态度 哎 我刚看到他在外面 跟经理说话了 他该不会是 你怎么不早说呀 哎 你别录取了 明天就在设计部上班吧 我们公司就希望你这种 不为不亢的人才 哦好好好 可是我们设计部 不缺人了呀 那个新来的阿豪 找机会开了吧 哎 新来的去给我买杯咖啡 哦好 阿豪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人家是来上班的 又不是来给你买咖啡的 走走走走 你怎么回事啊 没看到前面有人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没看到前面有人啊 他真 新同事啊 昨天有点误会 你别放在心上 走走走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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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生产业啊 似乎没交给我 喂董事长 新公司氛围非常好 我就让个新人给我买杯咖啡 他们就把我开除了 以后肯定没问题 哈哈哈哈哈哈 小呀 她s在拂堂 偶封